一百萬年度全國銀法族對球金標賽 再去在和美萬聖理求人基行中華代表隊選法 當時當令中華民國對球委員會立主黨和和美老人會會長寫實國 大力批評廣府對對球運動補助賭一半 兩位廣府的做法將成為阻礙銀法族休憲 以及中華官表現真好的單行運動發展 官政府政策法文砍掉一半,我每次已經摸會寫了 那我會找你,找球賽聽說要把體育團做金說要六百年以上 然後我在那裡說的時候,他們要參加比賽的參賽 我回去翻臉,都要收一半 但是成一半而已,今天要給我 我們爸爸的紀念一半而已,一半 也是要錢啦,也是要錢啦 所以九月初,我們從民情大 因為全世界都在那裡 整議長寫實國在去年年年發作對球金標賽之前 配偏廣府對對球運動補助賭一半 他認為,對球運動可以運動又還可以擋鬧 是一個相當適合老大人的休閒活動 為他爸爸自日本殷勤對球運動 再到這裡立法醫政議長王金平等任全國委員會理事長之後 他在這項發展這項運動 特別是中華官的選手成績很好 現在算面對廣府的無重心 所以才會高下歡迎 裁判長宣布比賽規則 各位主席,請我各位來民國請大家 今天我們的比賽是在中華民國最新的規制 最新的規制 要拆四堆,要去高雄自己自費去參加比賽 因為他們都沒有經費 請大家比較委屈 既然 會讓人家幫忙 最好是跟我們經事算經費 讓在中華上的方便贏 那是個月 我們如果會看到那是個月 我們的農法縮固的邊緣 我們的市民的縮固的邊緣 我們失敗的縮固的邊緣 所以我們跟大家報告 中華官是一個當初的碼 我們九十年以上五千五百五十九的 高就是了 管长共调 中华官是全国第七大官 超过5500为90回以上中价 再去很多为90回各领价参户对球运动 算是要自回到各方去参户比赛 除了发展倒有风济时大失敌 对球运动应该也是一项美败的选择 新中华新闻港带金和米彩虹报道